开始嘟嘟 这个我看网上老有网友让我谈谈中医 这是对我来说有点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对中医的了解呢 连皮毛都不算 所以让我来谈中医呢 就非常困难 但我又愿意说说 为什么愿意说呢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对中医有所理解 就理解程度不一样 不管你是持赞成态度还是持反对态度 你的理解都是你个人的理解 那我就从我个人的理解去谈中医 我们先说什么是中医 中医呢 我们是对着西医而言的 所以我们的中医就是中国的医术 我们中国传统的医术 也有人说这说法不对 中医是指中庸之道至中和 这叫中医 那我们对西医怎么而言呢 对 所以我们还认为中 我们今天说的中医 就是中国传统的医学医术 那么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呢 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确立的 在这之前呢 我们一般叫什么呢 叫国医的 叫汉医的 叫什么都可以 但是到了民国政府 大概是在1930年的时候 民国政府呢 就在正式文件中确立了中医这个称号 沿用至今 那么确立中医 那首先就是中国 对不对 民国政府叫中华民国 那是中国 我们现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中国 那么中国这个词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汉朝就有了 新疆出土过一个护博 就护这个位置的 上面写着呢 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当时这个文物一出土崭新的啊 所有专家学者一看就愣了 说这汉朝啊 这东西是汉朝新疆出土的 说汉朝就成中国了 我们那时候都是大汉民族啊 怎么成中国呢 结果呢 一查史书上 好 后汉书赵冲国传上就有 说金五星出东方 中国大立 满意大败 你想这事可能是个巧合 我们到今天我们的国旗啊 五星红旗是国旗 在汉书上就有记载说 五星出东方 你看我们又是东方大国 中国大立 满意大败 所以我们今天就愿意称自己中国 后来呢 汉以后我们都知道 唐宋元明清 我们历朝历代 都有他自己的名称 唐 大唐 大宋 大明 大清 我们后来什么时候 在比较近的时间内 什么时候又用过中国这个词汇呢 清朝 你看清朝老说 大清国大清国 但是他跟俄国人签约 签的第一个条约 尼布楚条约 用的就是中国这个名称 那么我们百姓啊 对这个中医的理解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的医学 我们自己的医学有很多事情 我们自己未必能说清 老百姓对中医今天的理解啊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是有病 看医生 那时候没有西医啊 我们西医进入中国不过一百多年 在一百多年前 中国人就是有病看医生 对吧 没什么中医西医的 就是医生 但是有了西医以后呢 忽然发现这西医跟中医之间是有差距的 最初中国人是不相信西医的 说你们那都是旁门左道 是吧 我们中医啊 历史上都是拿着草药 医生好卖 老大夫好卖 开一个方子 拿着药吃完就好了 医生我们过去看电影 看这个戏都说 我三副药下去 保你药道病除 这都是过去的老中医说的话 那么西医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不能得到中国人的信任 所以很长时间 中国人是不信任西医的 但是呢 这一百多年来 西医的普及 和西医的临床 逆竿见影 使很多人开始相信西医 那么今天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中医 什么时候去找西医呢 我们有个疾病急灾 肯定就去找西医了 到那里面说医生 我疼得不行 赶紧给我打一止疼针 连我都这样 医生只要这止疼针 朝屁股扎下去 三分钟以后不疼了 一竿见影 那么中医可以不可以这样止疼呢 也可以 比如扎针灸 我被疼过 针灸一扎上去 立刻就不疼 我历史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剧烈的疼痛 找不着原因 结果被我一个朋友说 我带你找医生 到那就不疼 结果我到中医 中医到那时候 你躺床上 拿了一个揪 那是我头一次相信这个东西 原来我不相信 这东西不点着跟个大烟卷似的是吧 像大雪茄 在你身上晃晃悠悠悠悠悠悠悠的 这怎么能治病呢 我当时疼得根本就喘不上气来 躺在这床上 这大夫啊 老大夫把那揪点着了 手指的这么粗 在你肚皮上 画圈 画符 让我说就画符 根本不挨着你 挨着你也受不了 上面都点着了 连一分钟都没有 立刻就不疼了 就瞬间疼疼完就消失 当时我那天就觉得非常的神奇 我们是这样 我们今天去看病 如果西医宣布不治 说你这病我治不了了 你出门立刻就奔中医医院了 肯定的 你认为西医不治 背不住中医有治 这是一种 再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你到西医那看病 西医说你这不是病 那你出门怎么办呢 医就奔了中医医院 那人说什么病在西医 眼中不是病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 你到医院去看病 你跟医生说 我多梦 我二老做梦 噩梦传深 你今天到西医的医院 挂号你都不知道挂哪个科 是吧 顶多挂一个神经科 医生说你这多梦 就是白天不够劳累 你看那个农女 干重体力活的人都不做梦 早头就睡 做梦也是美梦 你这个想法太多的人 容易多梦 我们治不了 怎么办呢 没法治 出门奔中医 跟医生说我多梦 第二 还有 我出汗 出汗 手脚出汗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因为我经常跟人握手 握手的时候 每个人的手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你在某一种场合 跟很多人握手 你会发现有人手特别湿 就是多汗 手上多汗 我说句实在话 还不是太麻烦 麻烦是脚上出汗 脚上出汗怎么办呢 有味儿 我很多年前 小时候 我姨他们家 隔壁有个邻居 这邻居脚臭 据说大名叫刘美丽 外号人家叫他刘臭脚 脚非常味辣 那你找西医怎么办 西医说你这脚上出汗没招啊 要不然您就光着脚 冬天 光着脚行吗 冬天穿一凉鞋 踩雪去 那可能没味儿 那受不了啊 那西医没招了 就找中医 中医就肯定说 我给你开方子 给你怎么样怎么样 去帮你去医治 你再比如 尿床 尿床是一特麻烦的事 每个人 小时候都尿过床 有人 我听过有人说 说我从小就不尿床 那都尿尿布上去了 那肯定不尿床了 对吧 小时候啊 小孩 尤其小男孩啊 在三五岁的时候啊 马上做梦 找厕所 脑子不清楚 尿床 我们小时候啊 都上学了 有很多同学还尿床 那时候尿床特别残酷 为什么呢 家长为了把你这尿床的毛病 改过来啊 所以把你尿石子那褥子挂外头 去晾 俗称画地图 说谁谁又画地图了 所以过去的 有的那个小男孩 那个 那被褥都骚得要死 到很大啊 就都很大了 有的都上了中学 都改不了尿床的毛病 尤其白天玩疯了 晚上 家长叫起来 就是 就是不行 叫起来不尿啊 家长拿着尿盆 吁吁吁的吹哨 咱们都不尿 只要往床上一放平 半小时以后 找一厕所 乖 从尿床上 脑子不清楚 这西医治这个 也啊 也很麻烦 就是找不到有效的方法 但中医行 我就见过啊 小孩子尿床 尿床找中医啊 那中医看完了 说这孩子糊涂啊 晚上不清楚 说给你开 说他不用开药刷 给你拿俩成药 吃了就好 我印象中 开的是牛黄清心丸 吃两天就起作用了 过去半夜 这家长把这孩子叫起来 怎么说让你尿都不尿 非得放平了尿床上 那天晚上突然那孩子起来 说妈妈我要尿床 就起来了 起来他妈说你什么 要尿床 不是我要尿尿 赶紧拿盆 脑子清醒了 从那以后 这毛病就没了 像这类病 我们刚才说的 比如这个多梦啊 多汗啊 尿床啊 这都是小病 但你生活中赶上 就是大麻烦 对吧 那么我们说的 这是小病 再说大病 什么是大病 今天对大部分人来说 癌症算大病 你到这个医院去啊 只要你的检查报告 通知你是癌症 你顿时 至少一个月之内啊 每个人都要度这生死观 要想通这事 每个人都会这样想说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怎么就这事就赶上我了呢 对吧 那么得了癌症 我们今天西医 基本上是靠手术 靠放射性治疗 靠化疗等等等等 靠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确实啊 使很多人摆脱了癌症啊 确实也治好了 我也见过 我朋友里也有 得了癌症 手术以后恢复的很好 但是也有些人就治不了 而且医生明确告诉你 手术也没用了 说你该吃点什么 吃点什么 该喝点什么 喝点什么啊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这时候基本就告诉你 不治了 那么这时候人去哪呢 一般情况下就奔中医了 找中医 这中医耗着脉啊 我们都觉得这事儿悬啊 说这七医治不好 中医肯定要治不好 但是我们确实有治好的 那不是我亲身经历的 是我看得见的 我有一个同事啊 他爹老红军 好容易新中国建立了 这好日子没 没 没想两天福啊 突然得病了 得病了到医院一检查 癌症 医院跟家长说呢 不是跟家长说 跟家里说啊 说准备后事啊 还有半年时间 那结果家里一想 过去九死一生都过来了啊 从红军到抗日到解放战争 最后有这么高的军纪待遇 那这个好日没过成啊 那就在家等着吧 这时候呢 另外一位老红军说 我们的单位里啊 有一中医啊 这人呢 路子不怎么正 但是有招 咱们死马当火马医 过去的军人 我是见过的啊 他们不怎么怕死 不像现在人特别怕死 他不怕死 那说那就试试吧 结果这个中医就来了 开了药啊 据他跟我说 当时家里兔子啊 都进不去人 气味巨大 哎 人的病就好了 人家啥事没有啊 躲过了文革啊 文革我们都知道 中国社会动荡非常厉害 每个人都受到冲击 他因为患有癌症 大家说谁整他呀 那他本来都快死了 等着没人理他 人文革平平安安度过 文革以后就活呀活呀活 一直活着 然后有时候我就 那时候还跟他开玩笑 我说 我说您这爹啊 就是不得癌症 都活不到今天了 您这还是得了癌症 是不是当年 这个诊断错了呀 那不可能错呀 说明医院到现在 还保持他的病理切片 肯定是癌症啊 活得多大呢 活得99 活得99 又不行了 那他那个军区 不希望他 故去啊 因为走过长征的红军 硕果仅存啊 大家都希望他活过100岁啊 这时候呢 他快不行了 然后没招了 当时呢 军区下令 就说如果能让他活过100岁啊 是我们军区的光荣啊 大家集体二等功 你说这和平时代上哪离工去 所以几十个人就围着他 只是不能让他死了 结果呢 没招 一天不如一天 不行了 又把老中医请来了 请来一中医 这中医有招 说你把他所有的药 全都拿来给我看 不管是中药西药 你看 这中医说 这个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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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了很多药 老头就活过来 活到101岁 跨过了百岁大观 你知道百岁对一个人来说是生死大观了 那么他怎么能够活过来呢 这是中医的理论 中医认为他身体扛不住这么多药 你给他上这么多药 光这药就把他拿死了 所以去掉了 他反而自我调节 跨过了这个关口 这个呢 说明了一个治病的原理 我们历史上啊 中国名医多了 我们知道的 华佗 眼阙 张仲景 孙思淼 李世珍 这一路走来 是吧 你说这里活的最长是谁呢 是孙思淼 各种说法 最少的说法 他也活过百岁 最长的说法 我看到最长的说法 说他活159岁 这事我听着有点悬 那么我们历史上呢 就留下了大量的这种医学名著 比如我们比较熟的 《黄帝内经》 《伤寒论》 这个我们也不看 《伤寒论》 《千经发》 《本草纲目》 这是天天都说的 我们今天叫中医西医都很自如了 过去中医都有别名 比如玄壶 过去农村的老医生家里 经常贴一个锦旗 或者有一块匾 叫玄壶济世 玄壶就是葫芦 可不是在那里水壶 就是葫芦 玄壶济世 这葫芦里过去不是老说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 就这意思 济世是阶级 救济 救济这个世道 这个世界 姓林也是对医生的一个别称 过去 比如我看到过 有的医生那怪异锦旗 叫姓林高手 或者是姓林妙手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那我们人啊 活在这个星球上 人吃无骨杂粮 没有不得病的 疾病呢 实际上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我们历史上最恐惧的疾病是什么呢 是传染病 传染病非常可怕 过去人一听说传染病来了 那就是 那就心慌的不行 因为当时没有 没有办法 像今天能够隔离 能够通过疫苗 通过其他的医疗手段 能够遏制传染病 那我们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传染病 一次欧洲死过几千万人啊 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啊 几千年以来啊 我们的这个医疗文明是靠我们自己的中医啊 我们的中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保护 这种保护中呢 我们自己可能感受不到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 就是找医生去啊 那医生也没个文凭 不像现在医生要有执照 医疗执照什么都必须要有一些程序的 那时候过去的农村的那些老医生没有这个 就是戴一眼镜 背一药箱子 然后抓点草药 有时候呢 我记得很清楚啊 我有一阵子特别爱腐蟹在农村 可能跟吃有关系 就是腐蟹不行 就是拉的浑身没劲 好汉的盯不住三抛七 对吧 那么找这个农村的这个老大夫 老大夫说 说你见没见过那个马齿健 马齿健是一味中药 我是后来知道的 当时不知道 马齿健在春夏的时候 这个比较嫩的采出来 是可以吃的 拿水焯了以后可以拌着吃 他说你去采点马齿健 把它熬成汤 喝几天就好了 我那个很长时间的腐蟹 就是喝这马齿健汤喝好的 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啊 喝完了以后顿时就舒服了 你想想啊 过去的农村缺一少药的 它可不就靠这种天然的 这种草药啊 过去我们看到电影里都是 背一框什么悬崖峭壁上 采草药去 我在农村的时候没这个 就是天天地头 弄点东西就可以用 中国人的寿命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人寿命不短 那么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啊 世界上活得最长的呢 日本人活得最长 对吧 北欧国家有些像丹麦啊 平均岁数都活得长 我们跟谁很接近 我们跟美国人很接近 但我们人均占有的医疗成本 今天啊 就是今天 只是美国人的三十分之一 换句话说 我们三十个人的医疗成本 是美国人一个人的医疗成本 美国人占有这么大的医疗成本 又有极强的西医技术 我们中国人啊 人均寿命能跟美国人持平 这是个奇迹 我们靠个什么 把我们的平均寿命拉高呢 就是因为有我们的中医 我们今天尽管啊 大城市 这个 医院林立 但是我们广大的农村 还是靠平时这些中医中草药 去治疗疾病 维持自己的生命 对于中国人来说啊 我们看待生死啊 是有是有哲学观的 比如我们的医术啊 过去说呢 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叫上医啊 治胃病 就是你没病的时候 我就要给你治病 今天叫防患于胃然 中医呢 中等的医生啊 治疆病 就是你马上身体不适了 我们都知道啊 尤其这种感冒这种病 快来的时候身体能有感受 今天不行了 要病了 要病了 这叫中等医生啊 治疆病 你马上要病了 我给你医夫要下去 把你病除了 下医治疑病 就是你已经得病了 找我来的时候 已经是得病了 所以中国人认为 上医中医 下医之间是有差距的啊 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今天啊 今天当然我们一生中都不希望得病 但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得病 而且疾病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它非常的平等 不管你的地位 你说我地位高就不得病 依然得病 你也不管你的财富 你看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CEO乔布斯 人多帅啊 我看他的讲演非常感人 他在这个斯坦福大学有个讲演 当时他说他人生经历过几件事 最后一件事就是他宣布得了一种 非常罕见的癌症 这个癌症死亡率很高 只有半年 结果呢 被治愈了 他当时讲话的时候 大概51、52岁吧 最后活到不到60 最后还是旧病复发 他那个疑线癌呢 没有根除掉 很可惜 我们想啊 乔布斯有那么大的财富 这个人很聪明 不用说啊 这个人对事故的判断 跟常人是不一样的 人又有巨大的财富 但是挡不住一死 所以疾病 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人类是非常公衆的 你的财富 身份 地位 跟你得的疾病 没有必然关系 乔布斯啊 是生在美国 我相信 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 他最后的时刻 一定会求之于中央